哈喽大家好 非常欢迎小朋友们呢 是今天来到了我们的合伙一起玩玩具 我们今天呢是想跟大家展示一下 一个非常棒的 可以让我们的小朋友呢 在家里就能自己制作出来 这种玉米花或者是爆米花 它呢是一个这种仿真的 这种电影机器的一个玉米花 或者爆米花机 然后不知道你在电影院的时候 有没有看过它这个爆米花机呢 是不是非常的好玩 然后我们这个玩具组套装 就会让你在家里去体验 我们这个爆米花是怎么给它爆出来的 我们所需要的就是 它这样的一个工具 然后你要把它呢 把它插在我们这个插头上 这个时候呢 就要把我们这个爆米花 要放在它中间的这个小孔当中 大概是要五分钟左右 基本上就是要放入我们的玉米粒 然后呢就会从这个小孔 然后掉出非常多的爆米花出来 哦觉得这个非常的棒 我们这边呢会准备一个小的玻璃碗 然后把我们这个机器呢 给它清理干净一下 然后让我们的爆米花呢 能够炸出非常多的爆米花 现在呢我们是把我们的爆米花机 给它擦干净一点 我们呢是要准备它的一些所有的工具 比如说我们这边的玻璃碗 以及呢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爆米花粒 我们的爆米花粒呢 是在我们套装当中会附带的 嗯里面它是有这种是电影院的爆米花的这种质量 我们可以在超市都可以买到我们这种爆米花粒 然后呢它是附送我们这样的一个小碗 我们每次在爆米花爆的时候 一定不能太多 因为太多的话会把我们的爆米花机给它进行个堵塞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只能加入它大概这么一小瓶管的一个量 大概这么多就已经足够了 可以把我们的爆米花机给它打开来 声音非常的大 然后我们现在把它加进去 感觉它的声音真的是非常的吵 而且非常的大 我们可以给它放近一点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从上面往下看呢 可以看到我们这小的玉米花是在飞快的旋转当中 我觉得有一些些的这个小的爆米花已经开始往外爆了 闻起来已经开始渐渐的也非常的香 再见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然后这边呢 是我们的爆米花 差不多都已经爆完了 这样的话 就是一小勺的一个这个料 很多呢 都会把它跑出来 我们可以再给它重新收集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有多少 哇哦 好多 这么多 很难想象耶 这么一小勺 就能得到这么多的爆米花 在里面 非常棒 感觉呢 它这个味道 我们可以尝一下 感觉这个和电影院的这个爆米花相比 是少了一点甜味 因为它是无味的这个爆米花 但是闻起来真的是非常非常香 完全的这种玉米的一个感觉 超级好吃 还是非常热乎 非常的新鲜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机器呢 如果你在做完的时候 是一定要把它 把电源拔掉 让它进行一个晾干 我们可以把它看一下 我们这里面 里面呢 是大概只能是剩下两颗 嗯 还是不错的 我们在做完了之后呢 一定要让我们的机器呢 进行一个晾凉 这样的话呢 能够便于我们下次继续使用 嗯 不知道你感不感兴趣呢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呢 别忘了给我们一个 按赞 小哈喊赞 老样子 可以订阅一下我们的频道 就在视频的下方 红色的订阅按钮 也可以留下你的留言 告诉我们你们的愿望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希望你能够玩得开心 看得愉快 下期再见咯 拜拜